药到底够不够呢 我们的本土大药厂已经全面的备战 为了避免台湾药品短缺 甚至发生锻炼的危机 像是永信他们就强调说 退烧用的解热阵痛药物都一直在增加产量 幸亏则是说呢 他们早就已经补足了安全的库存 而声达也说相关的药品拉货增加 但是供应很充足 在药局架上的普拿藤不少都已经缺货 不过看到本土药厂的解热阵痛药物 目前架上都还有存货 但近期购买量确实增加一到两成 药局紧盯止痛退烧用的解热阵痛药物存量 药室也劝导民众避免囤药 因为中国抢药潮延烧到台湾 出现有民众抢购剂到海外 加上国内也受到新冠和流感 同时夹击用药需求增加 询问过的永信药厂 信东药厂 中化等等 他们目前针对这些解热阵痛的成分呢 他们也很积极的想要把这个库存量提高 阵痛解热药物抗生素 以及呼吸道用药 堪称这波防疫下的战略物资 本土药厂供应链包括永信生达等 永信指出 近两年来解热阵痛的药物 生产量一直有增加 生达则表示 退烧药止咳药因为疫情拉货提高 但是供给充足 信辉也强调可以充分供给 呼吁大家不用太过恐慌 据厂商他们的回报是 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大陆 也都急着去抢这些原物料 所以以至于台湾的这些 本土的药厂 它这些原物料的取得 也相对的竞争变多了 就怕中国疫情扩大冲击 上游的国际原料药供应 造成缺药甚至锻炼 食药署回应依照12月15号公开的数据 以西安分药物库存量约5400万克 原料药仍有10.6个月的用量 部落分药品库存量约91万克 强调国产口服退烧药占无短缺 不过紧接着药厂将进入农历春节的休假期间 药品供应的风险管理从上到下全绷进神经 三粒新闻药超成李文科台北报道